第三只龙 第五只 现在第六只嘛 对 1027% 是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到了 真金不怕火炼 但就是窦金 我们窦金龙大师 来跟我们好好聊聊 龙年行情 欢迎杜老师 大家好 好好好 我窦金龙讲 金龙是最好的啦 对对对 是 所以呢 这2024年刚好就选完了嘛 所以呢 赶快来跟我们看 龙年行情 我们这个杜老师讲这个 生肖的这个股市也是 一把照 那今年要怎么看呢 2024 2024的话 理论上来 因为去年涨了26%嘛 所以股票市场 也积极稍微高一点嘛 所以今年龙年 我们等一下会从基本面啊 还有从哪面跟那个技术温习 还有 自从来职业节目 软右面 兔连 然后 老五年 大概都还算不错啦 我这都发现我们给你这个灵感之后呢 回去看那个统计资料 真的有尽的 对对对 后来我就 大概就把那个东西 做一个整理 真的 哎 像说 哎 兔连也不错啦 因为92% 我們錄影的時間已經漲了19% 大概漲了1.3 那農年的統計資料是 我們12生效裡面第三號 哦第三號 所以大家聽完這一次的話 應該放心了 那再補充一下 12年也還不錯 所以我也說今年到 那就糟了 這個賈成農 算還不錯 還不錯 那我們趕快進入主題 我們這個杜大師趕快來跟我們預測一下 接下來呢到底會怎麼個走法 短線的話我們知道 我們從兩年前的12629 他大概有漲5坡 那第一小坡漲了2500多點 第三坡漲了3400 而且似乎我撥浪理論 3400是2500多的1.382倍 那再來修正 修正到7月10月31號 那先前的話 從10月31號 漲了45天 漲到今年1月2號 大概有將近差不多2000點 那完以後 漲了從低量起算 大概漲了12%左右吧 那我們以前總統選舉行情7次 大概漲45天 平均漲20% 那我們這一次也是漲到44天高點 455天的話大跌 那跌了800點 所以總統選舉行情大概漲了 差不多將近2000 大概結束 那我們在錄影的時間 我們這個叫第五小坡 因為我們的第一小坡漲了2522 那第二小坡的 這個第五小坡是 先宏到總統選舉行情人家漲帶 跟第八百點再來做V轉 那V轉的話最樂觀就把這個2522加上去 大概是18498 也就是大家講的大概18500嘛 因為在七年底很多人做啊 所謂情義政見事提加 他還講說 今年啊 七人講今年高點是1850 後來的人的話 說會就加100100 大家就會看到 最近最行的就是兩千萬點 那第一點的話 大家都是看萬五萬六 大概是七年法所謂 那目前我們大概 錄影的時間已經增上萬八了 那我個人是認為了 這個第五小坡 如果漲完 那完以後就會做休息 因為我們播浪理論漲五坡 有沒有 休息完以後 大概回0.38的位置 那我們大概目前有一個低點就是 這一次回檔的17151 那如果0.38應該到年限的位置 年限的位置 大概16000多點這福建 那到三月份 我們大概這個 從13年前的2N加1 27個月 這邊大概落地完以後 再也會足跡走高 所以大概就是低點 可能16000左右 15000到16000 16000 然後再慢慢的 走高 然後又年底的話 會恢復到年初的高點 所以這一條龍叫做神龍白尾 神龍白尾 對我們經常看那個 色雕英雄傳嘛 那郭靖天龍 那個翔弘是拔漲的第十四 第十四 叫做那個神龍白尾 那他會神龍白尾 對 第一季可能會有一個低點 然後二三季慢慢 足跡走高 那這個走高就不會像我們這個 這小坡 因為這小坡我們今年 既然上市公司的獲利是衰退25% 你怎麼可以漲到5400點 那現在如果到三月溫 他漲的話 他會慢慢漲 因為他時間很長嘛 所以不會像我們這小坡 漲得很快 尤其那個AI小鷹 他會慢慢吐 對對對 這是我們對於盤設看法 好 那我們從基北面 基北面來看一下 我們大概挑幾個重點 一個就是我們的大盤等一筆 我們大概目前到 去年底的話是21倍 我們知道 我們兩年前 得到12629的話是9倍到13倍 那時候台積電的得到370倍是9倍 那到我們現在萬八的話大概21倍 那其實 我們因為去年上市公司衰退25% 那今年大概會成長17% 那後年的話 我自己去抓大概300多 200多家的上市公司 大概成長5到7% 所以來講 你會看到 我們去年 前年為什麼會等於6000點 因為去年衰退25% 那去年為什麼會漲那個 將近5400點 因為今年會成長17% 看未來 看未來 那明年也會成長 所以還好他不是衰退 所以等於比目前大概21倍吧 因為我們這幾年大概高點 大概20倍左右 那低點是9倍吧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我們看 五項總體指標GDP 景氣對熱心浪M1B 跟出國跟外銷電 所以在等於比裡面 目前是在萬八是在最近的高 好 這是最近的高 好 那再來 警氣對熱心浪的話 我們錄影的時間 12月份還沒有出來的 可是目前來講 因為他是年10K 晚以後 那個突然間 黃藍燈 又藍燈 又黃藍燈 那因為股市長的話 大概也是會黃藍燈 那M1B也沒有付的 就開始爬上來 好 那出國跟外銷訂單 是 目前來講 大概7年已經出來了 外銷訂單付15% 連住出國付9% 就是我們等下來講 這幾個 總理指標 好 那GDP來講 我們看一下 我們去年的GDP 大概1.42年整理 那主機總入估 今年大概是3點多 那他最主要是 從去年的 那個慢慢爬升 1Q慢慢爬升到 4Q是最高 那今年剛好到過了 因為期期比較關係 所以從今年的1Q 到年底的話是走低 因為機期比較關係 那我們應該講說 盤勢我們剛才 怎麼會講說 你盤勢是開低 慢慢爬升 因為我們股票市長領先 GDP大概2到5個月的時間 就是裡面 那下半年最主要是 國際股市我們最怕的 就是因為 美國選總統 尤其最近看起來川普 他等於回來 這是以後我們再說 所以台灣的GDP是 整年度是比七年好 可是剛好他的走勢是 台高走低 就是我們GDP 那第二個指標 我們看幾句堆最新 我們知道 我們上次空投 走低的話 是在那邊是 護石欄 對 那一般來講 你看這個統計資料 我們每次都是護石欄 有沒有 阿丸又翻身 本來是一個小藍燈 後來又 翻藍燈或藍燈 現在應該會慢慢爬身照 翻藍燈 所以我們 大概脫離了這個景區堆 現在谷底 那按照國發費 他認為 我們的擴張體是71個月 那71個月 他大概擴張體占3分 所以你把它換算一下 我們大概這個周期 應該是98個月 那98個月 擴71個月的話 有27個月 好那27個月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 從 那個兩年前的一月份 到現在已經是25個月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講說 3月份 是我們第一檔 就是這樣算的 因為你擴張體71個月嘛 收縮舉假是27個月 是 那兩年就24個月嘛 所以我們大概說 他要收縮的 補底 這是我們這樣 為什麼我剛才講說 明年3月 問你憑什麼 就是用這個收縮期 27個月 去算 他加71個月 98個月這樣算 好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景氣對這個行動 這樣做參考 好 再來我們資金面對 我們很那個 因為我們股票市場的話 空頭化這個M1B的 惡政力 都是恢復的嘛 每次一次的話 大概有2%左右 到12月份的話 我們不是已經3點多% 所以 而且我們最近的成家 相當多就大概4000多億 那我們大概 去年整年度的 年金量大概3000多左右 好那一月份 我們目前是3100 算 剩下幾天一月份 所以我們 這個資金面已經慢慢爬升上來 就是說 這個從這個M1B的 惡政力也是落地開始上 所以前回來了 稍微有 稍微前回來了 好 那再來我們就是我們台灣 以出口為導向 我們剛才有看到 我們 7年整年度的外銷 訂單是跌15% 出口大概-9% 那今年我們主計總數 估我們的出口大概會成長6% 可是我們知道你跌9% 只成長6% 那這樣今年應該不是很強勁 另外一般來講說 你負9%應該要-10幾%以上 而且我們以前股市比較好的話 大概我們的出口都要兩位數 所以那我們今年主計總數 估值有6%左右 所以我們今年大概 脫離了這個外銷訂單戶的 不會再走低了 像我們12月份比較低 那我以後 今年應該會慢慢的比較好 所以從外銷訂單跟出口 理論上我們大概股底 開始要上 對不對 是 那這個是我們外銷訂單 7年 很差 所以你看到股市漲26% 所以這個 我們在講那個總體面跟 這個股市的話 你要稍微有一個落後 那我們總結 這五項總體指標 GDP他 連續兩季付的網友爬升 那景氣對這新號有脫離藍燈 那M1B也從 快要0左右慢慢爬升 那外銷訂單跟出口 也是負的也是爬升上來 所以從五項總體指標裡面 我們可以確認 今年的總體資料 應該會比去年來的 所以就大家在基本 總體面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們為什麼定義說 今年三月份 我們可能會脫離我們 那個第七大循環 他會慢慢的爬升 就是五項總體指標 基本面就是透懂 哎對對對 那再來我們看市場面 好 市場面的話 外資本來 在7年底的話有大賣股市 對 比票賣兩千多億嘛 所以整年都有嘛 那今年年初說 他是 先賣賣 賣完以後 這幾天是出資錯能感 資錯能感 你有把他買回來 那也好 對 所以你看到他的那個 外資的持股比例有增加 是 但另外我們台灣 更可怕的一個東西 就是投信 投信的基金規模 已經到了6.70 次日幾乎都在買一貼 對 至於你看一下 一貼 我還要五兆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所以外資這三年 賣了3.2兆 我們台灣股票市場 為什麼得到12629 因為以前他只要賣一個5千億 我們股市就會崩爬 我們 兩年前為什麼只得20 因為我們自己一次錢 因為我們有一天 我們一天自己把他撐住 所以來講 那現在就看外資了 那外資的看法就是說 我們有ETF還是要看外資 對 因為外資還是最大咖 那外資的話 我們看兩個 一個是美國10年級公仔 因為他這一次 不是最高到4.9 得到3.7 所以很多人預測說 美國今年要調級 已經10年級公仔 跟你講 1%就是4 對 所以美國10年級公仔 已經懷孕 所以為什麼美國 股市都串歷史新高 除了NASDAQ沒有 那三個都算 因為 已經率先懷孕 你還沒有降行的話 我美國10年級 歷歷已經降了1% 就是4 那這個 那在年只是下跌 所以台幣 我們大概 在7年不是台幣升值了 4%左右 外資回來 所以我們看 美國10年級公仔 每年只是跟台幣 如果台幣有再持續升值的話 外資應該會再回來 這是我們從 我們的 市場面 所以我們市場面的話 以前我們大概看外資 可是我們現在增加我們這個內資 尤其一天 一天 一天 我這個真的 不知道怎麼怎麼講 反正 太厲害了 以前我們叫主力作手 現在是這個 那五檔 兇趁那五檔 沒有 沒有 這個 這個超凡的 這是我們在市場面裡面 得一個 好 那另外 我們還有增加一個現股當中 收民股交易 這是會造成 因為我們現股當中 都是34%到42 所以 為什麼說 我們成交樣 現在都 7年是整體3000多億 就是說 裡面有現股當中的東西 就是我們新增加 零股交易也是一樣 因為他從 以前零股交易晚二 我們的 本來7月10 今年1月多的話 7月10月12月 都不是把那個零股的秒數 從10秒到5秒 然後一後增加就會增加很多 就是 我們新增加兩個現股當中 跟零股交易的速度加快 都是大概籌碼面 籌碼面 好 那我們來看我們的技術面有三個 這樣 這樣的話 我個人把它燈圍現在是 第七大循環 從14年前的395 漲到現在已經漲了 182個月了 大概14年多 那股票市場 你我們從高點漲到18619是13年多 可以2N加1 27個月嘛 會修正 27個月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已經第25個月 哇 因為從18619 2年前 所以我們為什麼加2個月 也是 很巧哦 2N加1就算下27個月 剛才我們的收縮期 對 27個月 對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在講那個三頁問 就是說 從警記對策信號的收縮期 F27可以 可是 你這個的27個月是會重挫呢 欸 回檔 我們這次就用回檔 回檔來講 就說以前啦 不是到崩盤 以前是針盤 以前是這邊早4年都回檔 對 自常的自益潛盤 一樣 整個唯一只有我把12生下的資料 收集62年 真的 來我們要從哪一張告訴大家 從我們這個12生下 哈哈哈哈 我們自從從那個牛園開始 老人也是很準嘛 一漲一抵一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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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雙眼那輪就是得了24% 那兔年 漲92%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間20% 也不錯 這是兔子 真的 那農年大家看一下 第三隻龍 第五隻 現在第六隻嘛 要漲27% 是 那裡面 那還要啦 蛇人也小漲 啊 這個另外還有一個 馬連猴連 那個豬連 那個就不要說了 不用說了 改天再說 再說 所以來講的話 對不起 今年的金融年 嗯 這隻龍 理論上也不錯 那因為你去 你兔年的話 大概漲了 現在漲了20幾% 如果我們去年 大反是漲26% 不是我們以農曆扣人 跟農曆扣人 2月5號 我們就結束了 那目前應該是28左右 因為只剩下6天嘛 那來以後 我們大概這個龍年 那我們看這五隻龍 沒有 等一下我們看這個龍了 來 大家看一下 這五隻龍 我杜金龍來講農連 對 我們第一隻龍的話 大漲 86 小的 再來大漲 再來這個比較不好 這個在民國89年 再來這個是小漲 那這裡面 五隻龍有一個特徵 剛好在那個民國77年 跟101年是 剛好有兩個人 當財政部長 一個郭漢龍 一個是劉易龍 所以 鄭首稅 我們現在不會克徵 所以很強的一個東西 那是有政策的影響 那來講的話 他平均大概漲27% 所以以農連來講 整個報酬率我們講 12歲下裡面第三名 那因為我們有大漲 兩次大漲 這一次就比較不好 民國89年 那如果最近這一次大概9%左右 所以我 認為說 我們今年的農連 我們等一下看五隻龍的走勢圖 那他大概 今年會比較像這個 比較像9%的這一次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五條龍 我們的大四季在這邊 大家看一下 總民國53年 53年 你大概65年 77 98 101 這五條龍 大四季我們寫在這邊 那漲北虎 我們也都把它弄出來 那在這個53年的話 我們在我們股票市場是 51年開盤 52年 很好 53年更好 那我也有下來了 那這個60幾年剛好是 石油危機完又 的問題 77年就我們 開放了嘛 所以 非常好 89年我們在政黨輪庭 那101年也是 大概比較做修正盤整 所以我們這個五條龍裡面 理論上 他以這個機率來講 大漲 因為 我們現在今天機器比較高了 所以 你大概 要大跌的機率 要在大漲的機率比較 沒有那麼高 因為機器比較拐機 再來的話 要大跌也沒有 因為我們不像89年 因為這裡面只有89年 有沒有政黨輪替第一次 比較大的變數 而且我們這次選完總統也沒有啦 沒有政黨輪替這個問題 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認為說 我們這個113年這一條龍 我們來看一下 來他可能會怎麼 來做做 我們看一下我們前五條龍 這個民國五十二年有沒有 一路走高 那這個 65年 65年 小跌嘛 這個漲歲 有沒有這個我們 像我個人是從在民國 七十幾年我就入股市 所以這段我有享受 有賺到 有賺到一些菜錢 那個七十年 那一陣子 你只要會買股票 不賣都是贏家 因為有走高 雖然有郭婉隆事件崩盤 可是漲年度還漲 有沒有 那再來 民國89年 有政黨輪替 這個是我年生 在大華自營商超版超最好 為什麼 大年你還超最好 因為 民國88年是Y2K 那叫Y2K 前四年 我那時候在大華我持股 50億 那完以後那一年漲了 大盤漲30幾% 我們賺很多錢 隔年就分獎金 那在民國89年是行政M投 那我對選舉我都有一個敏感 選舉要把股票稍微賣一下 完以後 完以後政黨輪替 我就把股票全部砍掉 在這個M投全部砍掉 砍掉完以後 所以那一年大盤漲45% 我賺13% 我每次在那個報紙就說 這個股票市場要好好休息 很多人就沒有 所以那一年我賺很多獎金 所以我 這一輩子做自營的 我的退休金就這一點 賺大 我們又 給小朋友分一些錢 所以空頭市場大家記得 只要能避開你也認為 他給的很漂亮 就是大概民國80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政黨輪替 所以大家記得我們台股 經常 民國 這個 86 87 89 還有96 我們台股大概以前做一個短頭 頭部的話都是M投 所以我們不經常不去麥當勞 我剛剛裝了才吃麥當勞 怎麼辦 你趕快去溫地安保 騎乘的溫地安保那個WD 溫地安保 騎乘的不能去 溫地的話就WD 所以你如果做空的話 你就去麥當勞 不然就騎乘的那個騎乘的WD 所以M投WD 我翻譯 翻譯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12年前的農年 這農年為什麼說我們今年會比較 比較像他 所以你看一下 他不是年初開上來 年初很不錯 稍微拉一下 有沒有 拉完又把他吐 把他吐 說反正 差不多 所以今年就是神龍白尾 對對對 所以今年我們定義就是這隻龍 就是神龍白尾 不像習近平講說 哎這個 這個那個燒兵戈 燒兵戈的42卦裡面 黑兔鹿 黑兔鹿青龍 這個算 因為我們這個賈成龍 我們這一賈子才有 所以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們去年漲了26% 那 今年上市公司的獲利雖然成長17% 可是因為明年只到5-7% 所以你這個股價市場應該在一個高檔 而且你開始另外一個多頭市場開始的話 不必那麼急躁 因為你會比較長的時間 走一個多頭 所以今年呢 我們不像這個圖 我們是認為這樣 這個T字線 開招現在一直達到高點 阿婉又小湖拉回 阿婉又足距 再慢慢上走 那中間應該是會有來回 那晚以後 只要說近高點就好 像氣連 我們1月3號最低 萬事 12月29號說到 這個淨光巴 所以氣連 自營商都很好 像我當年在民國88年自營商很好 氣連我們 那個證件商賺了689億 自營商賺多少 賺200 200多億 這個200多億的話 這個只要做自營的人 一定在那邊數鈔票 就說我們經常講 那個藍燈 買股票 紅燈數鈔票 所以氣連 因為我們幾天以後 大家會發連總獎 所以只要你位置 在自營商的人 就跟我們民國88年一樣 會賺到一些 那我們弄得也是一樣 今年大概我們跟這個稍微不一樣 我們說弄得稍微揮大 那晚又足距走 所以今年的震盪幅度 應該不是很高 真的 那瓜老師我問一個 大家實際上的調柱 如果是這樣子的規劃的話 神龍百尾 那我們是不是 比如說3 4月 它真的跌過年限的時候 不太會挑股票的 我就去買0050 啊留到年底 是不是就會賺得到一段差價 沒有錯啦 因為已經在那5值0050 00 929 00919 比較容易 可是我一般來講就是說 因為他們也有報酬率還不錯 因為氣連主動型基金 漲到99% 那被動型基金 大概是46 所以你覺得買主動的比較好 因為被動型基金主管機關 因為平准基金 它已經有在卡關 對 所以目前主管基關大概好像有暗示 你們要發行主動型基金 哦 這樣喔 對 我又接到一些所謂暗示 通告 大概都是主動型基金 因為所謂主動型基金就是說 主動型的ETF ETF 因為主動型ETF的話就是說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話 整個類股你知道都是AI嘛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股票是 非常好的股票 所以主導師也覺得AI很好 AI是主流 可是AI我們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們講一個輝打 輝打ETS去年12塊美金 對 今年應該24 12塊到24大乎成長 對 可是後年25 24到25就 成長就沒那麼高 沒那麼高 管達 我現在手上的資料 管達最好 氣能大概10塊左右 對 今年大概13塊左右 明年17塊 可是你從這個機體比較的話 是大乎成長 可是你賺更多 可是你的成長幅度沒有那麼高 所以我回答剛才那句話 AI 氣能為什麼大漲 因為他機體比較 最好是在今年大 我知道 你看到那個 任何的 尤其我們最近 那個美國華碩會都很好 對 都會讓那個愛斯摩霍也講說 我2024比2023一樣 可是我2025很好 他沒有講公跟台積電一樣 我成長25% 他講一個很好兩個字就 不要了 不要了嘛對不對 可是 好 你會不會更好要看那個百分比 所以我回答這句話 就 AI還是主流 而且真的賺大錢 可是你會發覺 為什麼 說 這個賺大錢的股票 沒有像以前的股票 沒有那麼像那個角度 因為他的層上沒有以前那麼大 對對沒有錯 回答這句話 好 那 像去年那個華碩會有很多講 大家大概 交差比 不知道多數 AI 可是有人 有一個東西叫 激起敵的 一個類股 另外還有說 企業分的 奧運 大概 所以 你看那個主動型的基金 或是ETF 你也可以說 百分之 50 去那個0050 其實現在都 大家因為他股本大 所以大家 現在氣冷最最可怕的就是一個 00929 00919 919 因為他們算出來他們的配息到10%左右 很不錯 對不對 因為你005 00560 那個配息大概只有5到7% 那股本小會有 這是 如果投資人你對於整個股算 沒有這個是可以 相對 像我都經常就說你會 你沒有時間你就選那個 如果你有時間你就買05的 比較好的射擊師 跟AI有關 或是說台積電這一種 那像我個人就是 持股就是那幾隻 這個 再給大家做參考 所以我們結論 農年 大概就神龍百尾 先開高 拉 看到現在拉多少算多少 然後以後先回小段 是 因為你的AKD已經89 日昨夜晚又再開始慢慢的 走入第八大循環 農年 我明白 定義就是神龍百尾 那這隻農年現在也長的9% 左右到10%了 算還不錯 他是一個在高檔整理的一隻龍 是好 非常謝謝我們的這個杜大師 那我們的這個金龍 你就要請到我們的金龍大師 來跟大家分享 今年這條龍 神龍百尾 大家千萬要把握 而且呢很可能開啟第八大循環 欸 我們接下來又有 千客賺 好 好 謝謝我們的 謝謝 謝謝 也希望大家在金龍年 都可以操作非常順利 祝大家賺大錢囉 拜拜